张雨琪和前夫打架的事情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,而事情的最新进展就是张雨琪与丈夫离婚,后面相继爆出了张雨琪的离婚原因,原来是前夫欺骗了她,所以她才那么果断地分手。 而说起这样雷厉风行的女明星,毛小童也是其中一个了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毛小童果上的热搜,那么这是什么梗呢?下面和小编一起了解吧。 28日,新梗毛小童果断稳居热搜榜首引起热议,随即也了解到所谓的毛小童果断是什么意思,这背后竟然是一段情伤。 此外,这之所以在当下火,也是因为张雨琪很利落地与二婚丈夫原巴原离婚事件。 两个女星都在感情上受伤,但也都很坚决自己的立场。 毛小童的前男友是陈祥,两人的恋情维持了两年左右便宣告结束。 但关键是,毛小童和陈祥的分手闹得沸沸扬扬的,原因也很简单的,因为陈祥被抱劈腿将开童,甚至还被毛小童当场抓包。 之后,毛小童当晚就搬家,离开了原本的爱潮,这便是网友说毛小童果断的原因了。 毛小童陈祥分手也有些时日了,这股风波也渐渐平息。 但是,因为张雨起与丈夫原巴原离婚的事情,网友再次地想起毛小童和陈祥的那段情,在欣赏她的果断的时候也被心疼,的确,感情上的背叛是最伤人的。 不过,张雨起和原巴原协议离婚,貌似是因为一场冲突,据说是家庭所示,这两天也是在疯传张雨起的事迹。 据报,她曾山前男友汪小飞的耳光,曾踹前夫王全安的车,现在也与原巴原起争持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。 这事发生后,张雨起再次果断地结束这段婚姻,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 网友说,都被圈粉了,其实对待感情,如他们一般的干脆或是也好的,毕竟不珍惜自己的人无需太留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